啊 安上午讲到哪块了 咱先把这个工程打开吧 然后装了第一个什么呀 那个没有那行工具插件就对 这个是不是 那咱们是不是炫了这个模板这 不只是装第一个插件 咱们还炫了个模板 嗯 那咱们继续了啊 回到咱们这边 咱们是装完了第一个插件 然后又炫上了一个模板 然后炫上模板 是不是就下课了 对不对 这监控和flask特别像 把flask和监控 因为这个flask相对来说什么呢 它出的比较晚 它干什么 都抄着你 就你你再不去参考别人的东西 有现成的资料 你可能不参考 怎么可能 是不是 而这个反向解析呢就先不说了啊 反向解析先不说了啊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从哪开始呢 它还是一个MTV的东西 对不对 那咱们这块呢就从will开始这次 因为在flask里面咱们说了 它是一个轻量级的 它没有给咱们做数据库的选择 所以咱们不先从model开始讲起了 咱们从will讲起 will讲完了讲timelator 然后timelator再讲完 咱们再回去选个ORM 对不对 选个数据库 然后选完之后呢 那MTV是不是就有全了 之后呢 咱们就开始干什么 讲插件 对吧 讲一些插件之后就写项目 但项目当你写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项目做多了就一样了 然后之后呢 我们争取抽出点时间吧 给大家做一些拔钩的东西 对吧 因为总做项目 你比如说第一个 第一个暗闲锋的项目 现在让你再写会写了不 还不会 哪块不会啊 哪也不会 怎么可能 你不会的 只是一小部分 咱可能哪也不会呢 不知道该写啥 但你想啊 你把这东西就拆解吗 你把一个项目就拆解成 一堆一堆的什么 查询数据吗 然后查询数据还有什么 我们创建数据 查询数据 更新数据吧 那就这点东西啊 那无非也就是查查询 还有查询数据的时候干啥 他条件可能复杂一点 对不对 你别的还有啥呀 你讲讲 你想想他还有啥难点 你自己 对了 你们上周自己 周六或者周日 你们干啥了 上传个项目 然后呢 自己没想着就把这个项目做完了 总结一下吗 就简单的总结一下 我做这个项目 是吧 咋做的 当时咋做的 有哪些问题 最后怎么解决的 是吧 以后我要再做项目 应该怎么办 有没有 自己总结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讲flask里面 从右开始讲起了 那接下来咱们还是看一下 请求流程 不管什么框架 你先上来 先干什么 先把请求流程整明白 然后我们要知道 我们做的是哪一块 这样呢 你的思路就是很清晰的 假如某一个模块的策略 突然换了 我们也知道该修改哪块的代码 是吧 flask说简单 他就真的特别简单 说难 他比坚弄 就难的多的多 因为他啥玩意都没有 啥玩意都没有的好处就是 啥玩意都可以自己造 对吧 你造可以造的很开心 也有可能干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现在在造啥呢 你知道吧 这也就是 他可能会有一个分化 对吧 所以咱们一定要 还先把这流程给他整明白了 后面呢 你在扩张呢 也好扩张 那这块呢 请求流程 实际上 你一看到你感觉特别熟悉 对不对 和建构有什么区别吗 没什么区别 明日换了 对不对 就这块这个 这啥呀 从那个浏览器到路由器 路由器呢 以前叫UR 现在呢 叫root root是不是也路由的意思 对不对 那路由接下来要对应谁 是不是试图反数 对不对 你以前UR里面 前面是UR规则 后面是试图反数 那咱们这边呢 是不是一个root 一个试图反数啊 再接下来呢 是试图反数要和谁啊 是不是和模型交互 那交互完了 返回到Vios中 那当然呢 咱们这块 因为flask里面 是没有给咱们做默认的ORM选择的 所以说那flask里面默认是没有ORM的 那以后呢 想用ORM咋办 自己去装一个呗 想用啥 你就去装啥 知道吧 那咱们这块这个Vios这 是不是没有 咱们目前呢 就也先不用让他有 咱们就直接走捷径 Vios直接还到Vios这 就假装和数据交互完了 对不对 那交互完了之后 下一步干什么 是不是把模板拿过来 需要什么模板啊 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模板呢 反过去浏览器 和以前的流车 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任何区别 知道吧 所以说 为什么说 假如说 你学会了某一门编程语言之后 你在学另外的编程语言的时候 你会感觉 非常的畅快 是吧 畅通 很快就可以上手 那就是因为什么 它都是相通的 外边这个框架 你看看 它是不是也这样的 以后比如说 你要想学塔拿道 是吧 想学什么推C的 一样的 这些都是一样的 这个框架里面的 这个请求流程机制 全都是一样的 知道吧 如果你这东西目前还不明白 都会请求算数 对不对 是不是啊 记一下 这个笔记吧 不然项目基础点 是不是都忘完了 要战胜一望 想办法战胜 那咱们说这块啥东西啊 是不是这个请求参数 把参数 那参数呢 分为两种 第一种什么来着 是不是路径参数 第二种呢 请求参数 那路径参数呢 咱们在建构里面学了几种 两种 一个是位置参数 一个是关键字参数 对不对 再之后请求参数呢 请求参数呢 你针对于不同的请求 请求参数还不一样 对吧 get参数 它在哪 是不是在这个路径的 这问号之后 是不是 在路径中 是吧 问号之后 这部分是不是就干参数 然后post呢 post参数在哪 啊 post参数是不是在请求题里面 请求题 也就是咱们每次写那什么 那个包在里面 是不是 不知道啊 那 放秒单里不是请求题吗 啊 咱们上周是不是 没有说这个工具啊 就那个postman 咱们说来吗 没有 因为正好咱们那会儿 少了一点时间 啊 大约四五十分钟吧 就咱们bug那会儿 没事啊 这个咱们这一两天 到时候就给你补啊 啊 就在这块 你看我们请求的时候 咱是不是就可以 这是模拟请求过去啊 是不是可以post啊 然后post 想往上携带数据呢 就在包的里面 在包的里面 往上带数据 然后叫form data 你还记得咱们那叫什么 martipodform data吗 对不对 就是表单数据 那这东西在哪呢 在包的里面 这东西叫请求题 就是我们这些内容 实际上是在请求题里面 是吧 那就是post的参数 postman 那咱们有多少 现在能翻墙的同学 学手就行 我看看 没多少 也就三分之一 那你们自己把这个插件装上 在可入母浏览器上 就是一个可入母浏览器里面的插件 然后明天呢 我给你们直接发一个postman的一个工具吧 对吧 就说你要自己翻不了墙 我就给你发一个离线版的安装包 对吧 你装一下 那这个参数现在是不是分两种 对吧 那接下来呢 你说在flask里面 对这些参数关注不关注 啊 肯定也是关注的 对不对 是不是 那flask里面这玩意咋写 那这个形式呢 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因为咱们这个路由和咱们这神团 是不是在一起呢 对不对 你在写的时候就是app.root 代码提示 这里面的代码提示比较烂啊 parmas 并且经常不提示啊 现在的提示相对来说 你等他一会他能干啥 已经能提示了 以前的你等的他也不提示 你知道吧 现在这已经1.0版本 已经干什么 比较幸福了 知道吧 return的 那这是 获取参数 那这参数呢 我们怎么获取 咱们还说第一种 叫路径参数 对不对 路径参数呢 咱们以前是不是写正德提示啊 现在呢 要改一下了 写方块号提示 然后方块号里面 你就直接写编辑名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写了个ID 对不对 或者我就写了一个 呵呵 对吧 那这会你写了之后 你会发现他干什么 是不是爆黄了 你把光标放到这 他告诉你什么 叫function paramns doesn't have a parameter 呵呵 啥意思啊 说我们这个 paramns 这个函数呢 他没有这个 呵呵这个参数 你就干什么呢 把他俩 完成一个 一一对应 并且这个名字 必须叫呵呵 比如说你不叫呵呵 对吧 你发现 这是不是依然会给你爆黄 对不对 那他们俩之间一个映射关系实际上是根据什么来映射的 什么名字呀 那根据名字映射的这东西能叫啥 啥参数 什么关键字参数啊 对不对 那这个里面其实在flask里面他不支持位置参数 他支持的都什么 关键字参数 关键字参数 那这呵呵收到了之后你可以干啥 说打印一下 print type 呵呵 看见他的类型 对不对 再打印一下呢 print 呵呵 是不是啊 这要把他们这服务器干什么 是不是启动一下 让他这个 啊 来我们这边 我们把他启动一下 python 然后呢 manager run server -r-d 是不是啊 照的慢啊 说打开我们的一个浏览器啊 我发现咱们的精神状态比比三班好 你你们是睡醒了吗 啊 本来是真的啊 他们这感觉好像都没睡醒一样 哎 pa 啊 没给参数呢 那后面是不是需要个参数啊 12 回车 发现是不是获取参数啊 咱们给的是12对不对 那你拿着这边你看看它是个什么啊 哦 它是一个死终类型 对吧 好像和监构是一个样的 对不对 是不是啊 再之后呢 我把这块改一开 那我现在啊 我这后面还有呢 90 是吧 那我现在是不是又加了一个这东西啊 1290 那你说这能不能行 它能不能匹配到呢 还 回车 我们发现它说not fun呢 对不对 然后这边呢 就找不着了 对不对 是不是啊 说404了 那这会儿呢 就说我们这个匹配是时效的 这会儿呢 把这个参数给大家记一下 对吧 那我们说这块的参数 对吧 咱们的参数啥参数啊 在咱们这个flask中的参数 对吧 这也咱们说了 它都是关键字参数 对吧 flask中 都是关键字参数 然后默认是什么样的呢 默认标识是方括号 对不对 肩括号 就这样 然后这里面的是不是就是内幕 然后它有什么要求吗 内幕需要 和对应的 仕途函数中的参数名字 保持一致 是不是 那假如说啊 咱们现在来做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这里面比他多 那么多 这个叫 哦 对不对 之后来到这边 然后咱们把这个90干什么 去掉 回车 你会发现 他们会告诉你什么 params missing required position augments 什么呀 哦 什么呀 他说呢 需要一个这个位置参数 对不对 干什么 你没给人提供 对不对 这是不OK 那比如说啊 这哦等于什么呢 110 是不是啊 我现在是不是给他一个摸认值啊 那你来到这边 然后刷新 你发现了什么 哦 这个东西啊 如果他有摸认值 我就可以不传 没有摸认值 他就必须得传啊 是不是 那再之后呢 针对于这个呵呵啊 你也给他来点东西 我呵呵都有啥呢 你呵呵啥 咱是不是直接给他一个摸认值啊 照你来到这边是吧 刷新 我们发现他依然可以正常获取 对不对 是不是啊 那这块是他参数的一个神奇之处 对不对 和以前是不是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这块呢 说对应的什么参数名字保持一致 接下来呢 参数允许干什么 说有摸认值啊 如果有摸认值会发生什么 如果有摸认值 那么在路由中 不传输参数是不是也是OK 那如果没有摸认值呢 如果没有摸认值 参数必须传递 啊 参数在路由中啊 必须传递 你不传递干什么 是不是语法就错了 是不是 那这块实际上和以前的一个区别 就是他现在不是必须的对此的了 对不对 再接下来呢 这块的都是摸认的 摸认的这个类型呢 也是一个什么 摸认数据类型 是吧 参数的一个类型 啥类型 怎么说 实际上呢 他的一个语法 对吧 他的一个语法呢 远不止这样 他的一个语法是这样的 参数语法是这样的 是前面是一个肯沃特 肯沃特啥意思啊 冒号 然后呢 变量名 我说就直接V2 那咱以前是不是这变量名啊 对不对 那实际上他的一个语法是这样 前面的肯沃特是啥呢 肯沃特就是类型 然后后面是变量名 咱们刚才是不是没有写这肯沃特 直接写在这变量名啊 对不对 那这个类型呢 就有包含第一种 实际类型 对吧 那来到我们这边 对吧 那咱们可以把这东西加上 对吧 换一个 APP 对吧 点 root 然后你在这就写什么呀 写一个get 对吧 然后你在这写一个 这里面你写的时候看 是这样 冒号是吧 那这块就起一个名字 name 照页你在这就可以写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get 啊 这里面是不是要传个name 对不对 那是不是也不报错了 你可以print 什么呀 name 然后print topname 再之后呢 return一个 咱们把name 别扫和name 这还是获取参数是不是 获取参数 和核达 是吧 之后呢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要做什么 是吧 看一下它重启 然后咱们来调用一下 是吧 那来到我们这边呢 我们这块叫get get get啥 什么name 那你会起一个 是吧 什么name 123 123 那我一会都打了个点 对吧 是不是 照顾来到咱们这边干什么 看一下 你不管123点 还是123 这个类型 默认是都自付转啊 对不对 实际上呢 这个string呢 就是默认值 是吧 就是咱们先前所说的默认 那监控里面好像默认 是不是也都会给你转成string啊 对不对 之后呢 咱们来说第二点 那你这块都是string 可能就没意思了 我就不想和你说这个东西了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